歡迎收看五期金錢報 大家瞭解金錢貝爾的故事 我是曾煥文 今天要討論三個主題 第一個是今天是台子期的結算 台子期結算呢 今天算是一個比較平靜無波 因為剛剛公布的外資的轉倉的 這個進多單呢 還是維持在4.4萬口左右 所以我們要討論一下 如果明天FED在凌晨2點升息之後呢 這個結算過台北股市到底要怎麼走 另外呢 還包括像是聯發科今天有點開高走低 因為今天市場應該說昨天傳出 這個博通可能要變聯發科 不過呢 今天聯發科有出來否認 所以有沒有可能是一個誤會一場 那對於整個聯發科後續呢 我們一樣做一個觀察 第二個重點呢 我們討論到這個凌晨2點鐘呢 FOMC這個升息的距離呢 基本上應該是100%的情況 所以升息之後呢 到底對於全球的這個股會市 甚至資產價格怎麼做變化 也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第二個重點 第三個重點呢 是這個李克強國務院總理 他在昨天召開了這個國際的記者會裡面呢 有特別提到一些這個未來的措施 包括要把中國大陸的癌症用藥的關稅呢 降到零 甚至呢要開始提到這個保護智慧產權的部分 感覺上呢 也是對川普呢 釋出一點點善意 所以我們今天現場呢 請教到四位來賓跟我們一起參與討論 首先來看一下行情的表現喔 今天臺北股市呢 其實盤中的波動基本上並不太大 不過呢 最後一盤因為今天是台紫期的結算喔 所以最後一盤呢 這個100億的金額往下殺了27點 所以最後臺北股市以平盤作收喔 不過呢 各股部分今天有一檔股票很特別喔 大盤平靜無波 不過一檔股票是這個605的台塑化 台塑化呢 今天最後一盤用了15 1.5萬張的這個量呢 往下灌了大概10元的一個價格喔 所以呢今天台塑化是呈現一個大跌 不過呢 通常喔這種最後一盤往下 籍貫的情況之下呢 有可能是法人在做對銷 所以明天呢 可能台塑化呢 就會補個大概半根回來 所以台北股市呢 明天光是台塑化 如果 它的開盤回到原本的這個價位呢 可能對台北股市的這個開盤呢 就有一點幫助 那我們來看一下 三大法人今天的數據喔 基本上呢 其實變化也很小 因為卡在明天這個凌晨 FOMC的會議記錄這個升息之前呢 所以呢 三大法人動作都不太大 外資呢 今天是小幅賣超了7億左右 那投信呢 是買超了2億左右 智商買超了12億 所以三大法人合計 只有6.35億 它的金額並不太大 那我們來看一下 加權指數的K線喔 其實這一波 這個反彈的格局 算是非常一個強勢喔 從低點的10189點呢 這一波反彈 大約反彈的8%左右 那這一波如果仔細來看的話 它也是 嚴格來講算是一個V型反轉 而且呢 它一次呢 就把第二個缺口補起來 只是現在這第二個缺口 在這個地方 已經補起來多久的交易 我們算一下 包括1234567 7個交易都在這個 第二個下跌的缺口 這邊做整理喔 包括今天的結算 是一個維持 這個平盤附近的一個結算 所以未來怎麼觀察 OTC的這個加權部分呢 有機會挑戰前高嗎 另外來看一下OTC的部分喔 今天還是比較強喔 OTC呢 今天這個盤中的部分呢 基本上呢 已經突破了前波高點 前波高點在155.74 今天盤中最高 來到了155.84 那這一波反彈的幅度 OTC就比加權來的更強 反彈幅度將近14% 而且呢 它的量能呢 不斷呈現一個增溫喔 所以現在OTC 面臨到前波高點 然後量能也出來了 後面怎麼觀察 待會一樣請來賓做一個這個解釋喔 那這個台子期的今天這個結算 我們試圖幫大家觀察一下 到底這一波的結算之後呢 行情怎麼變化 我們時間拉的比較長一點 從去年的9月份開始喔 畫面上呢 是這個 下面是外資的台子期的未平常量 就是紅色呢 就是淨多蛋的部分 那每一個 這個結算的日期呢 我們幫大家做一個 藍色線的一個標準喔 那理論上呢 它有一個慣性的 我們先來看一下 如果 我先把結論跟大家報告 如果呢 外資在結算的時候呢 就是說轉倉的時候呢 它的未平常口數 淨多蛋如果來到5萬口以上 就相對來講 這個口數比較高的話呢 未來的波動會比較大 或者是 它的這個 結算的口數呢 在4萬口以下 就相對比較少的話呢 波動比較 也會比較大 我們來看一下 上一次呢 在這個地方喔 9月20號 它的這個 結算的這個 倉位呢 大概是5.4萬口 結果呢 從這邊開始轉倉 那下一個月結算這個地方 那5萬口算是一個 比較高的 相對水位喔 所以它是先下 再上一個情況 那另外呢 我們來看一下5萬口以上 還有在這個地方喔 在今年的1月17號左右 它從原本的 5萬2千口 轉倉之後呢 它是5萬口以上 算是一個比較高的 所以呢 是先上後下 所以你可以發覺喔 如果呢 5萬口以上的話 它的波動會比較大 就是可能先上再下 或先下再上 那另外一個呢 可以觀察的點是 在4萬口以下 就是它的 要結算的 位平常量呢 如果比較少的話 在4萬口以下的話呢 它也同樣呈現一個 先上再下 先上再下的一個情況喔 那另外呢 介於中間就是 5萬口跟4萬口中間 它會怎麼走 我們看一下 5萬口到4萬口的中間呢 去年的12月20號 就是這一次喔 它轉倉在這地方 結算這次的地方喔 所以感覺上 它是走一個趨勢盤 所以如果是在 按照過去 9月份以來的一個慣性喔 它的結算的部位呢 在5萬口到4萬口中間呢 比較容易走趨勢盤 同樣喔 2月21號這一次呢 它的這個轉倉的部位 4.7萬口 也算是5萬到4萬中間 它也是走一個趨勢盤 那現在最新公佈了 這個最新的外資的轉倉呢 大約是44430口 比昨天稍微增加了100多口 所以呢又停留在 4萬口跟5萬口中間 所以這一次有沒有可能走趨勢盤 只是說這個趨勢盤是 往上的趨勢 還是往下的趨勢 我們要持續做一個觀察喔 另外呢 我們來再看一下 這個上陣指數的部分 其實呢 大約股市原本早盤的部分喔 表現得還不錯 可是呢 到這個下午盤開出之後呢 開始壓力變大 呈現一個沙尾盤的情況 所以今天是一個 開高走低 收了一個黑黑線 而且幾乎收在最低點 不過呢 今天彭博社有報導一個消息喔 就這個上海政論交易所呢 希望要未來讓QV跟RQV呢 這個可以更加靈活 就讓外資 這個海外的投資呢 這個準入的金額呢 可以不斷擴大 那他們有設定一個計畫 什麼計畫呢 他們希望未來 這個三年呢 外資持有A股的 這個交易的比例呢 可以來到15% 就希望外資的比重可以增加 另外呢 外資持有A股的這個 這個剛剛講的是 交易的比例喔 那現在呢 是他持有的比例呢 可以提高到10%左右 那我們看一下 大陸股市今天的上漲的板塊喔 包括像貴金屬 航天 航空 電信營運 另外商業百貨 其實呢 還有包括像 券商信託等等喔 其實這些喔 基本上跟我們下一個階段 要討論的重點有關係 就是升息循環來了 其實呢 很多拿現金的 或說很多 不管是金融或跟保險的 其實呢 很多的這個板塊呢 股價都開動 其實台北股市今天也是同樣 不過我們先來請教一下老王喔 這個加權指數呢 他這一波很明顯就是落後這個OTC 那剛好又卡在今天是這個台子旗的結算 他的這個結倉的這個部位剛好不多不少 又是四萬四千口 怎麼觀察 對 那因為剛好卡在很中間喔 而且他的口味也不多不少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要找個指標 有辦法來預判一下未來可能結算後的走勢嘛對不對 好那我個人呢 是比較常用的是這種用這個騰落指標 騰落指標 對 什麼叫騰落指標跟大家解釋一下 那KD跟RSI都是用價格來當作的指標嘛對不對 所以大家會覺得他是有點落後的指標 那騰落指標就代表說 把盤面上的上漲的加速跟下跌加速呢 做一個加減 然後得到的結果如果數值越高 就代表上漲的加速越多 是 所以這個騰落指標呢 他是一個累進式的計算喔 所以你不能 比如說我們看畫面上喔 這是一個標準的這個騰落指標線喔 那 所以你不能看說喔 這個這個地方比這個還低嘛 所以你就說這個比較弱其實不是這樣 騰落指標的比較是要看前一天 或是後一天的這樣的比較 往前面去推的喔 這樣才有意義 所以我們可以來對照一下 中間這個就是上漲減掉下跌的加速差 所以你只要這個橘色K棒往下 就代表這個當天下跌加速比較多的 往上的代表上漲加速比較多的 好那我們簡單知道概念之後 這叫騰落線喔 好那下面這個是我們 大盤的加全日K線 是 加全日K線 我們可以很明顯看到這一波 大盤其實是在這邊做一個橫盤的動作 它並沒有跌對不對 可是你看這個騰落線 已經從最高點這樣呈現一個怎樣 稍微緩跌的往下的一個趨勢 對就是那一個那段排整的時間 這個上漲的加速慢慢的變少了 上漲就變少 然後下跌就變多 這代表這個騰落線有點跑不動了 這代表這樣有人在偷偷出貨了 結果後來就發現一波下跌嘛對不對 好那這個還不夠明顯喔 我們看到最近期喔 我們2月之前不是一波大跌嗎對不對 那你看這2月大盤其實在高檔震盪了很久 而且非常的盤間 那這個時候如果你單純看這個盤間 你是以為大盤要大漲了對不對 可是你看看這個騰落線 騰落線往下幅度是不是很快 對 證明他雖然大盤還在創高 偶爾創高 可是這個騰落線已經不再創高 而且並一路往下 大概剛才講了 代表下跌加速已經變多了 上漲加速變少 那這就是個警訊喔 代表就只有這個 這個大型的全值股在撐 那小型股都跌的七文八素了喔 好這個線上很明顯喔 我們先看前一波 前一波就是很明顯 因為台股上一波很符合一個突破缺口 突破缺口就是行情的往下 那我們在這個節目上 是有拿美股的突破缺口來對照 二月波 二月初也是突破缺口之後就往下 那這邊有一個中繼缺口 中繼缺口就代表趨勢的延續 延續之後再往下跌之後 看到這邊有一個 這個就是最後一個缺口 然後帶了一個下影線喔 隔天很快就被回補 通常我們就稱呼這種 最後一個缺口 然後兩三天內 快速被回補的這個叫 捷徑缺口 是 那剛才大家有說 這波台股幾乎是一個 V型導狀反轉嘛 那就是建立在這個 一個 左缺右口就代表是一個 導狀反轉 對 一個很標準的導狀 下影線非常的長 那導狀反轉一突破就是往上攻了 對不對 那我們看到這邊又出現了一個缺口 這個叫中繼 那中繼的缺口跟突破不太一樣 突破是不能被碰到的 那中繼是可以被回補被封閉 只是被回補被封閉之後 它就會轉落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缺口被封閉 它就往下跌嘛 那沒關係 往上再往上跑了一次之後 做一個中繼缺口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缺口 延續到這邊 其實現在台股還守在這個缺口上面 那缺口上面是比較有支撐的 那看到這邊 這邊的缺口就剛才大開提到 那個第二個缺口 它其實是離比較遠的啦 那壓力經過這麼大的消化 其實是有容易被化解的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 這是前一波大跌的大量在這邊對不對 我們上次有說 昨天我們有說大量的低點的話 只要不跌破 就代表它是有支撐的 那顯然台股在這邊 支撐之後就往上跑 那接下來我們看最近 最近這個負時指數 大開節目有調過 這FTSE的指數調整 也出現一個大量 對那些是拉尾盤 沒有拉尾盤 所以這個大量我們要尊重 那大量的支撐 剛好在這邊 它的低點大概是什麼價位 低點大概是這個 10920附近 10920附近 大概是這邊 大家可以去細看 那這邊剛好又是符合 我們前面這個缺口 中繼缺口 那還有一個重要關鍵 這個均線 我們比較少看 但是還是可以講一下 這邊有一條很明顯 叫做月均線 只看月均線 你有發現月均線跌破之後 台股都比較弱勢 一突破月均線之後 就做一個往上的噴出 是 同樣道理 所以簡單來說 剛才講那麼多 等於台股在這個下檔 缺口跟這個大量支撐 還有一條月均線 有三重的支撐 我認為只要沒有出現 跳空或長黑 灌破這個 這個三重支撐的話 台股震盪之後 還是有機會走高 只是說短線 你要不要去追加風險 你就還要再關 有沒有缺口的突破 是 這是加權的部分 加權的部分 那剛才有提到這個OTC 那OTC就比較 比較漂亮 OTC他這波非常強勢 對不對 那強勢的 像我們騰落指標 剛才沒有跌 就是因為OTC非常的強勢 好 那我們看到 這個貴買 OTC指數其實在這邊 在上禮拜 上半週其實就已經出現了 這個所謂 KD 在80以上連續三天 就所謂的高檔吞化 那像昨天國巨我沒談到 就是高檔吞化 那高檔吞化就怎樣 你就照著一條五日均線 只要不破 就有機會持續創高 像今天國巨不是 就繼續在往上嗎 這是高檔吞化的特性 所以你在這邊 先不要去摸摸頭 就是說 如果他有跌破 這個五日均線 你就要趕快撤 就代表這個高檔吞化 其實他這邊已經死亡交叉了 對 問題是他還守在 這個高檔吞化 而且還守在五日均線 所以他就還有機會 在往上慢慢推 所以高檔吞化 第一個這個 過濾網就是看五日線 就是五日均線 一跌破你就可能要先撤了 但是那你們發現 各位觀眾發現最近 這兩天的OTC其實很整 都有留上你線度 為什麼 因為前波的高點壓力在這邊 你把延伸過來 好像觸碰到前波的高點壓力去了 所以這邊地方震盪是 我的建議就是說 這邊不宜過度追架 但是你不是叫你去放空 你應該是等他震盪回來的時候 我們知道這邊是大量 這個是進行的大量 大量低點守住就往上 那大量高點一突破 就會變支撐 所以如果OTC有過來 在這邊震盪的話 會是你的海點 那這上面的話就盡量 多看掃作 除非他來一根長紅 或跳空突破 你才可以積極一點 那這個是我統計出來的 OTC過去的歷史慣性 我們知道這個三月底要公佈 年報了對不對 那我們中小型股很多 在沒有這所謂財報空中期 都亂漲嘛 那總是醜媳婦要見公婆 我統計一下過去六次 近六年來 這個OTC在三月底 因為我們財報後來公開 有改變日期 可是這個年報是沒有改 都是在三月底之前 你可以發現2012年的三月 在這邊剛好見到一個 短線的高點 那再來就是2013年的三月 跟2014年的三月 雖然他後面又漲一段 但是在同一期的這個三月份 這是週K線 也是進入了震盪對不對 好再看這個2014年的三月 也是一個頻繁的震盪 有沒有 剛好每年的三月 對 因為要公佈年報了嘛 大家就要注意一點 來 那看這邊2015年的三月 跟2016跟2017 其實反而也都是短線的高點 那我們說之後可能還會再漲 可是我是說短線來說 那所以過去六次 有四次是短線的高點 兩次是也要修正 橫盤 不跌但橫盤 所以各位觀眾 你現在已經三月也快底了嘛 對照我剛才那張圖 當然也是要多看少做一點 好 那 OTC的部分 OTC的部分 最後我們來講這個上陣指數 對 上陣指數呢 這是上陣參考指數 我們看到很明顯 他這邊疊下來之後 這邊做一個 這邊有一個缺口 這邊也是一個左缺右口 一個導狀反轉 左缺右口 那往上之後缺口為支撐 所以你看到過去 其實這個上陣指數 過去一個半月 都在這個缺口上面做震盪 大概發現在做震盪 那高點也很明顯 也可以做個連線 所以簡單講 接下來要盤 今天是 這是今天的盤中 還沒收盤 未來你什麼時候 可以覺得上陣指數 會有往上衝的機會 當然就是來一個長紅 或跳空突破這個 區間的高點 否則的話 在股票箱裡面 對 否則你就是在震盪 你有點多耗時間 那缺口當然就支撐 缺口不破之前 你就不用擔心 上陣指數會有大跌 好 那我幫大家簡單算出來 你就把 如果他有機會長紅突破 如果有機會長紅突破 這一段的空間 就是3335 減掉3268 大概107個大點的空間 你往上移動 大概會來到這個3442點 大概什麼時候 大概就在前面 這兩根黑K壓力的高點區 所以你就算 不算計算等幅 你也知道 漲上來到這個黑K壓力 你應該要注意一下 那來講一下 如果你想要投資入股 因為通常不會有人去買上陣指數 都是買ETF 對都要買ETF 或者是海外就玩 海外期貨 上這個新加坡A50期貨 所以A50期貨 我們可以來看到 A50期貨這邊 疊下去之後 做一個很標準的這個 三角收斂 我們節目講很多次 那三角收斂 當然你的買點 就在這個下緣 對不對 買點下緣 那今天剛好 這個盤中已經漲上來 可是剛好打到什麼 打到這個下降壓力線 所以我是不知道後來收到怎樣 那如果在這邊 如果沒有一個明顯的殘紅突破 你也是比較輕易的過度追加 還是拉回做買進會比較好 但是如果突破了 我覺得就一波 等幅測距把這個高點 連接到這個下面的低點來 往上移 大概有機會也來到這個 14385這個大點 那大概也是前面這個 黑K的高點區附近 你就可以特別注意 好那國內 如果你又不會海外期貨 你想要投資這個A50 對不對 你就要來買這個 兩倍的ETF 這是我們國內投資人 就可以買到的東西 好那你可以看到很清楚 這邊有一個缺口 突破缺口 往下跟台股一樣 在2月初 這邊又有一個中繼 最後又來個捷徑 變成一個導狀反轉 那最後很簡單 他過去兩個月 就是在這個缺口支撐 你只要發現 只要一來回測缺口支撐 都是你的買點 都是你的買點 那現在就關鍵囉 他跟A50 因為有高度的連動 因為他是有投資 A50的期貨的部分 這邊是一個向下壓力線 所以在這邊 你就要看他能不能突破 如果可以突破 就有機會往上跑來測試 這個上面的缺口壓力 如果沒有機會的話 你還是可能就在 這個缺口之間做震盪 是這一個 入股可能要等突破才有機會 那像加權的可能 這個短線上風險 會比這個OTC還少一點 所以這個加權還是有機會 不過下個階段回來討論 現在市場全都在關注 今天凌晨兩點 明天凌晨兩點鐘 這個FOMC的升息之後 以及之後的升息循環 這個股價如何做表現 今天凌晨兩點鐘 這個FOMC的這個升息的 這個結果就會出來 到底是升息一碼 還是如何呢 我們實際做個觀察 不過現在市場上 幾乎是確認百分之百會升息 那我們今天引用了兩個報告 一個是大摩的報告 一個是高盛的報告 他們這次做得非常仔細 甚至他們連預測 這個FOMC之後的會議紀錄 會怎麼寫 他都幫大家做一個排演 比如說之前呢 原本寫說維持利率 百分之1.25%到1.5% 那這次會升大概一碼 來到百分之1.5%到1.75% 另外呢 包括像失業率的部分 家庭支出這些 還有固定投資 這些都不會提到 他反而會提到什麼 他這次提到 失業率會維持在低點 那財政政策會持續發揮作用 這都是這個大摩的一個預測 那另外也提到 美國的消費成長呢 基本上呢持續一個成長 所以對於經濟持續做一個擴張 這是大摩的看法 另外高盛怎麼說呢 高盛也認為會升息一碼 而且他認為通膨會來到2% 不過呢 他們有特別提到房地產喔 高盛認為喔 這一次在FOMC的會議裡面 可能會討論到 房地產呢 開始降溫喔 因為未來升息喔 所以呢 這個房貸也會影響到 這個房地產的一個價格 那另外呢 他們到底認為 今年會升息幾次喔 他們也做一個沙盤的推演 那我們看一下畫面上呢 這個大摩認為就是藍色這條線 藍色這條線呢 基本上呢就是大摩認為 這個今年跟明年的一個走勢喔 他們認為今年呢 應該會升息三碼 明年呢會升息兩碼的情況 那另外我們看一下高盛的部分 高盛呢 他的這個點證圖喔 這原本是這個去年12月份的 FED的點證圖喔 大家發覺最多的呢 在這個地方 可是呢 高盛認為喔 今年呢 他們認為3月份之後 這個點證圖是來到這個地方 所以是往上挪的 所以他認為今年呢 應該會升息四次 那明年呢 一樣喔 這之前的點證圖喔 最多的大概在這個地方 那現在呢 又往上挪這個地方喔 所以呢 他認為今年會升息兩次 所以不管是大摩或說是高盛喔 一個認為今年會升息三次 一個認為今年會升息四次 所以不管怎麼樣 大家看一下 這個到今年年底的時候呢 FED的聯邦基準利率 可能就會見到三字頭 這個機會非常非常的高 另外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現在請教一下俊敏哥喔 其實FOMC這個幾乎升息已經成底定了 但是對於這整個全球的資產價格 怎麼做一個觀察 對這個 當然大家最關心的就是FOMC利率決策會議 到底決定要不要升息 不過大概升息是在預期之內啦 對 那其實在這個包偶的部分 他在二月份的聽證會當中 國會的聽證會 他大概有提到 二月底的時候嘛 二月底 二月二十七號 那那時候大概提到幾個重點了 那我們先稍微觀察一下喔 第一個就是說 從2017年下半年以來啊 其實整個經濟的表現是非常強勁 那當然包括經濟的增長的速度 去維持穩定喔 那另外一個是就業增長也是維持穩健 還有一個部分就是薪資 薪資也是適度的增長 那看起來就是 一切的條件都符合升息的條件嘛 包括這個就業啊 包括薪資喔 甚至於呢 像整個經濟狀況很好 那而且呢 現在包括這個美國的財政政策 尤其稅改之後 一些大基礎的建設 應該今年就會陸續推出嘛 是 那還有包括這個全球的經濟前景喔 看起來喔 就是一副要升息的樣子 所以我們之前提到 包偶他本身啊 先不要管他割派鷹派 他就是貓頭鷹 貓頭鷹也是鷹喔 對 這個也有個鷹在裡面 對對對 因為鴿子跟老鷹不一樣的地方 老鷹是肉食的 那鴿子比較偏素食 他是吃骨類 對 那貓頭鷹是肉食 所以他還是屬於鷹的一種 那另外我們看一下 這個剛剛提到的 包括薪資的部分 從2013年以來 這個是薪資的 每小時薪資的成長率 其實我們看到這個薪資的成長率 其實慢慢墊高 他大概從這個年增啊 2到2.25% 已經提到2.5到2.75% 對 所以薪資的部分是往上增加 那薪資往上增加 大概一般的消費率就夠 另外一部分就是 會有薪資的通膨 好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關於這個消費者信心 這個區塊喔 那 藍色的部分是消費者信心指數 這也是一路往上 破表創新高 是 那紅色的部分是密西根大學的 消費者信心指數 其實也是表現得非常強 維持在高檔 從2013年以來 都是維持在高檔 那所以呢 這個消費的信心非常強 所以我們直接觀察一個 這個算是機率啦 就升息機率跟降息的機率 當然這個從去年以來 2017年以來 那這是3月份嘛 就3月份接下來要升息 對 那目前呢 升息的機率已經來到94.4% 那這幾乎百分之百了嘛 而且升息大概符合預期啦 如果說這一次包爾沒有升息的話 小心股市會大跌 對 一定有什麼特別的原因讓他不升息 這反而要小心 不升息就表示他認為 經濟或景氣沒有 對 一定後面有什麼原因讓他不升息 這反而大家要小心喔 那現在來看的話 我想這個符合預期應該是很正常啦 紅色的部分是降息的機率 那降息機率不用看 這貼在地板上已經一段時間喔 所以呢 大家準備迎接啊 這個這一次喔 這個升息的到來 是這個升息循環呢 基本上已經確定了喔 這個FED基本上已經升息 從升息循環來已經升息了四次 那接下來在投資面呢 有一些升息循環股喔 開始呢 股價有表現喔 不只有表現 其實不斷的往上漲 大家可能沒有注意到 昨天亞馬遜的市值呢 已經超越了誰 超越了Google 現在呢是全美市值第二大 他來到了7680億美金 亞馬遜當然他是做這個電商 不過呢大家知道 他是收很多現金的 就是這個算是現金收入股 所以升息循環呢 基本上對他也是一個幫助 那另外阿里巴巴一樣喔 做這個電商的 同樣喔 這都是屬於 會收到很多現金的這個 相關的概念股 他的股價呢 也準備要挑戰歷史新高 這是在美國的部分喔 另外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台灣的部分喔 其實呢 升息循環 基本上已經講了非常多次 不過呢外資 其實呢 都有慢慢在佈局 我們這邊抓了 這個最近20個交易日喔 這個外資的買超前30名裡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像永豐金呢 是第二名喔 這個屬於金融的 我們剛剛講的 升息循環受惠股 另外開發金在第七名 日勝金 台中銀 還有這個台氣銀 富邦金 元富正 基本上呢 都屬於升息循環受惠股 那一般人只會想到說 金融股跟保險股之外 其實呢 還有很多的通路股 比如說像這個 最近大家可能有注意到 東森這張股票 這個股價非常強 時候他做這個購物台嘛 基本上也收很多錢 那像潤泰新 基本上呢 他除了原本的這個 跟潤泰全的通路之外 他其實還有南山人手 也是收現金 那像圓百 圓百也是收現金的 所以呢 外資呢 在這個前30 檔裡面的個股裡面 基本上除了電子股之外 其實呢 布局了不少的金融股 跟這個收現金的通路股的情況 那另外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整個通路股的部分 我們今天抓了四檔股票 讓大家做一下參考 像潤泰全 這一波不知不覺 五個月漲了31% 已經突破了這個整個平台區 所以他之前有這個賣掉這個高限零售的利空 可是呢 他的股價一樣 只要 在台灣還是有大亂發 還是有辦法收現金 只要是收現金呢 基本上誰現金越多 未來 升級循環呢 誰的收費是最大 所以潤泰全持育網上漲 富邦煤一樣 做購物台的 大家有沒有發覺 三個月 他是高價股 三個月漲了50% 另外呢 剛提到東升 這10個月漲了快要一倍 漲了這個91% 另外統一超也是收非常多現金 他這個股本比較大 所以他五個月呢 其實不知不覺也漲了28% 也快要挑戰歷史新高 所以敬平哥 如果升級循環確定的話呢 有沒有哪一些 大家還沒有留意到的 這個對 升級循環大家直覺就是金融股 跟這個保險類股 這跟升級比較有關 因為他有利差的這個利差異嘛 對 但事實上有一些這個產業 就像剛剛大概有提到的 其實他們是類 類金融股 因為他手上很多 收了很多現金 也就跟那個我們之前講中租一樣嘛 其實中租也是收 這個大陸的現金 他不是掛金融股 他跟金融股的情況一樣 他的股價也準備要再創歷史新高 剛剛提到這個高新齡 高新齡我今天早上看港股 也漲了2% 也是大漲 那所以我們 與這兩檔 這個這個相關的概念來看 包括電商 包括這些百貨 而且漲的都非常多 那以這個電視購物來講 東昇從8塊多 這個去年 去年12月才8塊多 漲到今天已經15塊4毛 我就工漲聽 那另外就是富邦美 這是國內的兩 兩大這個電視購物的龍頭嘛 那199塊漲到303 這也漲了 這個5成以上 一個漲一倍 一個漲5成 那我們特別把他的資產負債表 抓出來看 有時候還蠻特別的 就是這些公司呢 這個資產負債裡面 現金跟約當現金的比重特別高 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收現金嘛 所以他什麼不多 現金流最好 現金最多 而且都在流在帳上 我們看一下這個是 左邊這個是東昇 東昇呢去年第三季啊 大概手上有28億的現金 那這28億是什麼概念 他大概總資產負債表的22% 22%是現金啊 對 現金跟約當現金的比重 非常的高 那另外如果是以這個富邦美來看 現金跟約當現金啊 來到27億 這是去年年底 這個他已經公佈了 那佔總資產22% 哇 手上滿手現金的 一般來講 現金沒有佔那麼多的啦 對 那你因為你其他的這個 包括固定資產 還有包括這個存貨 應收賬款等等 理論上來講 現金沒有報那麼多的 但是呢 這兩家公司的特點就是 就是那麼高 那另外一個部分來講 因為這幾家公司有個特色就是 他的應收賬款周轉率 特別的低 因為表示他跟客戶就直接收錢 所以那個時間非常短 對 但是呢他出貨給這個供應商 其實他也沒有什麼存貨的問題嘛 因為他不需要存貨 就是等於是有點像是包租公 建人家掛牌的感覺 是 建人家來這邊賣 那百貨公司就是攤位租給別人 所以呢 我也沒有什麼存貨的 威脅 所以存貨周轉率高 對這些公司來講不是問題 我們以這個富邦美來看 這是周轉天數啦 是 理論上天數應該越低越好嘛 對 要不然是表示庫存 庫存的這個太多嘛 對 然後應收賬款的 周轉天數掉到地板上 這個是兩天耶 換句話他收款的天數不到一天 不到一天就收到現金了 對 所以呢 這個是富邦美他的優勢 反正我很快就收到現金嘛 那存貨周轉率高 我們說過存貨對這些公司來講 百貨或電商或是電視購物不是問題 因為他本身就沒有存貨的問題嘛 其實他存貨都在這個 來這個供應商的手裡 對 我怎麼會掛存貨呢 存貨是給這些人罵 那另外如果說我們以原百來看 其實最大的通 通路跟百貨應該就是這個原百 原百的應收賬款周轉天數 其實他很穩定都在下面 然後呢 他的一個存貨周轉天數 他的應收賬款周轉天數不到10天 是 那存貨周轉天數反正沒差嘛 維持在這個這個50天 所以呢大概啊這個情況是蠻穩定的 那如果以這種情況下來看 其實我們特別去把這個原百 因為原百 第一個他是標準的資產股 對 他很多資產是在很早以前買的 而且他的目前的百貨大部分都是自由資產 所以具有重複增值利益 另外一個部分來講 這種公司的毛利率特別高超過5成 50%啊 對 原版的毛利率超過5成 再來比IC設計還要好 那另外呢我們看一下他的現金 這個一個是自由現金流量 一個是營業現金流量但差不多 我們看一下每一次的第一季啊 大概就是下面 對 那接下來就開始往上走 哦 第一季是見到低點 你看一下比如說這個 這個應該是走年底啦 年底看起來 的營業現金流量會到低點 然後接下來開始一直往上 是 那到第三季大概是每一年 像這個2013 2014 2015 2016 這幾年大概 第三季的季報大概都有 70億左右的現金在帳上 這是高額的現金 這個70億是什麼概念 我們等一下再來講 然後呢 如果以這個最近啊 剛剛大概所提到 外資最近買的動作 其實他最近 默默在買一些 大家不知道的 生息受惠股 生息受惠股 那除了這個 這個東森 這種這個大漲以外 還有包括富豪梅大漲以外 這個原版的部分 原版他代號是2903 其實他排滿前面 因為代號越前面代表他 掛牌時間越早 最近這段時間 這是周線圖 就目前在低檔區 外資在今年以來 總共買超了兩萬四千七百四十張 那當然他有幾個概念 第一個 資產負債表來看 他目前淨值是20塊 現在股價才15塊 這光回到淨值 就有大概三成以上的空間嘛 另外呢 如果說資產重估啊 包括他手下的 包括圓白啊 或者是愛買太平洋等等 因為大部分都是自有資產 大概可以增加300億的淨值 那就等於他淨值應該回到 會來到這個40塊 所以這是非常高的 這個資產增值的利益 那另外他以這個股息值率來看 大概每年他大概賺的都配息 因為他也沒什麼過點嘛 大概都有5%以上 那以這種公司來講 你說這百貨公司 怎麼會是升息概念股 我們舉大陸的公司來看 這是重慶百貨 陸股不是殺尾盤嗎 你看重慶百貨 拉尾盤還創新高 22塊29塊 這非常高 這重慶百貨 另外這新世紀啊 這個百貨 他股價也是一路往上攀 這跟陸股都不太一樣嘛 陸股剛剛這個老王也提到說 陸股要突破 對要等突破點 但是這個百貨股已經先突破了 他已經不知道突破到哪裡去了 那這是中國 不要講講中國 我們看美國 美國也是一樣 大家認為說美國的這些百貨 都是被電商打掛 結果呢 亞馬遜來到1586塊 我們看一下 這是 所以我今天那個高 應該是大謀還調高這個 亞馬遜的這個目標價 說1900塊很容易來 搞不好不只是電商 他搞不好也是 他也是收現金概念股嘛 所以他調高的理由應該也蠻多的 另外我們看一下就是科爾百貨 他這個過去半年的時間 這個是藍色的不是標普500 漲8.6% 那科爾百貨漲42% 百貨公司不是被電商打掛了嗎 然後另外呢 梅西百貨這大家聽過 梅西百貨 你看一下 這個是之前的 稻窮跌3200點的股債 他早就過了 所以過去半年總共漲了36% 這遠遠超過標普500 所以回到原點 其實這個圓百 這個我看過他過去四年到五年的資產負債表 每年年底他手上的現金大概平均 一百億到一百三十億的現金跟月亮現金 那這什麼概念 如果說我們去看國內的金融股 那我們不要拿金控 因為金控規模太大 如果說比如說像聯邦銀 安太銀 就一般小銀行就對了 對或者是像遠東銀 平均到年底他手上的現金大概是多少 你知道嗎 少的話大概30億到50億的現金跟月亮現金 是多的話大概70億到80億的現金跟月亮現金 就他的現金比小銀行還多 一百億到一百三十億 所以呢這個是屬於這種類金融股的 因為他手上滿手現金嘛 因為產業特性的關係 所以這部分他特別留意 所以外資最近在佈局 不只是他的資產題材 買資產還送現金 而且手上有高額的現金 感覺上也是會是這一波升息主要的受惠股之一 好這個升息循環已經來了 我們常講到擁抱趨勢 擁抱趨勢呢 就可以可以參與這個資產重新分配的一個機會 不過下一個階段再來討論這個李克強總理 基本上他在昨天的中外的記者會裡面 有提到一些算是名牌 因為中國大陸現在對醫藥有一些改革 另外對於資會財產權有一些保護的情況 所以今天不管是生計跟這個IC設計相關的個股 其實今天也蠻強的 今天一段廣告再回來討論 這個中國大陸的國務院總理 昨天召開了中外記者會 除了提到說這個 因為有記者問他說 這個美國現在對於中國的貿易戰 你要怎麼樣做一個應對 那他有提到說其實中美如果真的打開 開打貿易戰的話 基本上沒有贏家 所以基本上他不希望有這個貿易戰開打的情況 不過記者會裡面他又提到兩個重點 一個我們剛剛提到就是這個醫藥的部分 他說中國大陸現在要把一些關稅往下降 特別呢是什麼 是這個抗癌的藥品 抗癌藥品的進口稅率呢 要把它從原本的2%降為0 那其實過去中國大陸呢 對於這個相關癌症用藥的這個 稅率呢是不斷不斷的往下降 從2017年 第一次開始談判要調降以來呢 現在有11種的抗癌藥物 他調降的關稅呢已經降了40%到70% 那最終要希望他可以到0的一個情況 但是更重要希望 很多的這個消費呢可以留在國內 標明是中國大陸的這個居民去國外旅遊呢 都是買一些什麼保養品啊 或說買奶粉或說買馬桶 基本上如果關稅降低的話呢 他們這個進口商品的物價也會更降低 所以他們可以把消費留在國內 那另外一個提到的部分呢 是這個要放寬服務類 特別也提到的醫療的部分 那還有金融類的部分呢 要放寬這個甚至取消外資的一個 這個持股的比率 那另外呢他還特別提到 要全面開放製造業 特別講到了保護智慧財產權 因為呢 其實川普一直針對中國大陸的智慧財產權 未來有可能一波新的一些措施 所以呢 現在市場認為他是要 給這個川普呢有一點點善意 因為外傳呢 美國打算4月份下個月呢 要寄出3.1條款 就完全針對智慧財產權的部分 所以這個李克強已經開始釋出一些善意 不過呢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提到 講到智慧財產權呢 今天台北股市這張股票 要特別拿出來講就是聯發科 聯發科呢 昨天是盤中傳出來喔 說有可能博通原本沒有辦法併高通 因為 川普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呢 不讓他併 所以呢有沒有可能未來 博通呢要來併這個聯發科 那這個消息呢 基本上喔 是從這個美國財經網網站 提出來的 他說現在呢口袋名單有這個三家 除了聯發科之外呢 還包括像是這個賽林斯 因為賽林斯呢現在有一個非常厲害的這個 FPGA 其實他是發明FPGA晶片的 但是呢他有一些 新的這個晶片推出來 那另外呢 還包括像是有一家這個 在這個地方 這個羅吉公司呢也是他併購的目標之友 現在三家都有可能 那聯發科最近的股價 基本上呢已經開始往上漲 其實之前幸福在我們節目中 有特別跟大家講一下聯發科 果然後來股價呢開始有點波動 不過呢今天有點開高走低 感覺上這個消息喔 是有一點點誤會一場 現在請教一下小元 現在呢這個消息傳出來 有三個可能要被贏取 可是呢 聯發科今天也出來否認了 怎麼觀察 我們看一下 聯發科呢 今天股價是開高走低 幾乎是收在最低一點 而且呢盤中還傳出來 連蔡明介都要去跟博通高層 來做一個會面 這樣的消息 結果股價還是翻黑 但是反倒他點名 國外沒點名的 另外兩家公司 我們看一下 包括賽林斯 還有這家叫做林雲羅吉的 股價昨天收盤呢 都收上幾乎是最高點 代表市場上對於這兩家的期望 似乎比聯發科還要來的高 聯發科跟賽林斯 基本上他們的市值 大概都是兩千億美金 大概台幣六千億左右 兩家公司都差不多 所以到底買哪一家比較划算呢 我幫大家來看一下 基本上呢 賽林斯這家公司的話呢 我們先看一下 他是做可乘式邏輯器件的一個生產商 他基本上就是做這個 所謂的無線通訊的相關的一些晶片 但是他比聯發科 多了一個非常厲害的秘密武器 叫做什麼 他是做所謂的現場可乘式 邏輯雜陣列的FPGA 什麼叫做FPGA 簡單來講呢 FPGA的話呢 就是現在所謂應用在人工智慧 或是大伺服劇 要做一個成功整合 發揮的一個非常重要一個深度學習的一個晶片 那基本上他擁有這樣 最早發明這樣一個技術的話呢 就是叫做賽林斯 所以 博通今天想要去做一個 買一個關鍵技術的話呢 賽林斯似乎掌握了一個 非常不錯的一個秘密武器嘛 那另外呢 你可以看一下喔 那學習晶片的話呢 基本上 我們講現在AI晶片的話呢 基本上有可以分SIC 就是為了台積電做大幅代工的一個 或者是說這個FPGA的話呢 他們兩個最大差別在哪裡 基本上FPGA的話呢 他低成本低耗能 所以說基本上 如果說博通成功併了賽林斯的話呢 他去生產這樣的晶片的話 也可以符合他過去想要降低成本 或是說相關的這個成本節省 這樣非常非常大一個目的 所以說基本上賽林斯 而且賽林斯跟台灣也有很大的淵源 為什麼 因為賽林斯也擴大跟台積電的合作 之前其實是跟聯電 但最近又跟台積電 對 那就最新的話呢 大概3月19號的時候 跟台積電合作 發表了一個最新的 等於說是FPGA的 進化版的一個最新的一個加速平台 就使用台積電最新的 7奈米的一個製程的一個技術 所以你可以看到 賽林斯似乎從博通的一個併購的邏輯 跟台灣這邊的連結 有比較大的一個機會 而且賽林斯的話呢 最重要的是 他還是各個科技大廠裡面 可以說是合作的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橋樑 怎麼說 因為使用FPGA的有哪些公司 我們看一下 亞馬遜 還有另外騰訊 騰訊雲 還有騰訊的遊戲 另外百度在世界大會上面 也展現了一個新技術 你知道嗎 透過FPGA這樣的一個人工智慧晶片的話呢 他直接在這個計程車上面呢 老司機跟這個外國人 直接用互相講話 就可以一秒翻譯 就可以翻譯 而且翻譯的非常非常精準 就是透過這樣的FPGA 一個大數據 人工智慧的這樣一個技術 所以呢 這樣的一個技術的話呢 如果說未來 在亞馬遜這邊也用得到 在大陸這邊也用得到的話呢 如果說 博通成功的併購賽林斯的話 會不會成為中美貿易大戰之間 一個很有效的一個友善的一個橋樑的話 我們可以持續來做一個關注 是是 所以看起來聯發科可能機會小一點點 不過現在同樣問題請教一下幸福哥 因為之前你跟大家這個介紹過聯發科嘛 聯發科確實股價也往上漲 那同樣我們剛剛提到 除了這個 這個 強哥特別提到這個保護智慧財產權的部分 那另外呢 對於這個抗癌藥的這個關稅也要降到零 這對於 兩岸的不管是生技股也好 或是整個IC設計 我們一起來 做一個討論 因為今天台北股市大家可以發覺 其實呢 上面我們抓的是跟IC設計相關的各個 像威盛真的很誇張 威盛今天又來到漲停板 已經來到10年新高了 就一路往上漲 那像這個金星科是這個聯發科的子公司 今天也來到漲停板 創半年新高 另外呢 這個四星KY天啊 今天也創下歷史新高 那另外在生技的部分 昨天講的這個精華是這個股後 今天呢持續往上漲 那另外像這個康聯KY 還有包括陳德 今天都來到漲停板的價位 所以不管是生技跟這個 IC設計西資材呢 都是這個 李克強點名的你怎麼觀察 好的我想我們先從這個聯發科 跟這個高通的一個合併講起 那這兩張圖呢 分別是這個高通的一個執行長 陳福養 跟我們台灣聯發科的這個執行長 蔡明介 那我覺得其實這一次 這個科技大二的這個 所謂 博通的部分要來併聯發科 我想剛剛小緣也有提到 有關於在技術方面的一個互補 或者說 有關於他在這個收購一些 相關的這個同業廠商上 他有他的一個佈局 那這是從一些所謂比較這個技術 他們公司的技術層面來看 那我覺得我們先從兩位 這個公司大老闆 他的人格特質 還有他成長背景來講起 那其實這個 這可以看出兩個公司的企業文化嗎 對 像陳福養來講的話呢 其實他是一個這個馬來西亞裔的華人 那當初呢 他也是出生在馬來西亞算是一個 比較貧困的一個鄉下地方 那靠著自己本身的努力 後來他到美國 這個MIT 麻省理工學院呢 取得了這個相關的學位 那當然他在美國求學 我相信第一個他沒什麼錢嘛 一定是要很努力去打工啊 甚至去申請獎學金等等 才有辦法去支撐他在美國 這樣一個高的一個消費跟學費 所以其實他可以看得出來 他能從這樣刻苦的環境裡面成長 應該他對於在企業的文化的管理上 應該是相當有一套 才能夠呢 在美國這麼大的一個半導體公司裡面 從一路基層幹到這個所謂執行長 甚至呢 之前Avago還併購了這個博通 那其實這樣的一個情況來看的話 代表其實他個人的一個色彩 其實應該是非常刻苦耐擾 那同樣的 台灣的這個聯發科的這個執行長 蔡明介也是刻苦耐擾 對 沒錯 那我們講蔡明介董事長 他是這個屏東 南台灣屏東長大的這個小孩 那後來呢 也是這個很用功的這個努力念書 考到了這個台大電機 那甚至到國外做一個留學 那回來之後呢 從聯電的一個工程師呢 開始從基層慢慢幹起 然後呢 遇到了剛好台灣整個半導體業的一個爆發 那那時候呢 聯電的這個集團的這個執行長 這個曹新成就說 你要不要先去我們的新的這個事業部 先去試試看 那當然這種所謂富有 這種開疆僻土功能的這一些人呢 其實他如果一旦 讓他工程名就之後 其實他就會成為什麼 另外一個集團裡面的一個所謂領頭 成長背景類似 那剛好又都是華人背景 會不會讓市場上有多一些想像空間 可能也是這一次喔 國外的財經網站 點名呢 這個所謂喔 博通可能會來 併購高通的一個主要原因 併購聯發科 併購聯發科的一個主要原因 那另外我們來看一下喔 其實這兩家公司呢 目前喔 它的一個情況 像高通 它目前呢在 我們知道其實Android晶片來說 它是獨佔老頭 它的比例大概是42% 那蘋果的部分 因為它這個晶片 它都是自己設計 然後委託給台積電聲稱 這是蘋果的部分 那但是以Android晶零來講的話 排除掉聯發科 排除掉高通之後 第二名就是聯發科的部分 大概佔比呢 是三分之一左右 三分之一 那你可以發現呢 如果說呢 博通來透過購病聯發科的方式 雖然說呢 他沒有辦法去高通來做個合作 但是他透過聯合 次要來打擊主要的敵人 說明他也是什麼 我博通 高通吃不到沒關係 但是呢 我可能藉由 來跟這個聯發科合作 也能夠在這個Android的 一個市場的一個手機晶片 取得一個入門票 而且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說 因為呢 我們知道 中國的市場是目前 全球僅次於美國 第二大的消費國 所以中國大陸很多的 這個手機機能上 也是用聯發科的晶片 對 沒錯 那其實呢 很多的一些國外公司 想當 想當初要 要進軍中國大陸 都是運用什麼 我們台商的一個資源 畢竟我們在語言上 跟中國大陸 其實溝通上也比較方便 或者說文字上什麼 就是我們溝通上呢 跟對岸的一個溝通 是比較容易 那很多外國人的思維 他不明白華人 到底在商場上 怎麼樣子的一個應用 那透過台商的方式 也能夠讓他們在 相對這個合作上 能夠取得一定的保護 所以我想 這個也是為什麼 市場會點名說 博通有可能 來跟這個聯發科 進行合作的一個主要關係 其實在產品線上 產品線上也是有一個 互補線 甚至呢 藉機有機會 來打入所謂的一個 中國市場也說不定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當然像剛剛曉雲也提到 就是說 整體的一個價格來看的話 博通並高通 當初開價是1000多億的美金 但是呢 以現階段來看的話 如果真的去買 或跟這個聯發科 來談合併的話 其實呢 其實花大概100多億 200億左右的這美金 就是說其實 他用五分之一不到的價格 但是呢 他能取得三分之一 中國市場 或者說全球 安卓手機的一個市占率 其實你認真去想 這反而比較划算 對 認真去想 其實也不見得不划算 那大家去想想看 這種國際大廠來併購 台灣具有技術領先廠商的 其實在去年或前年 就一個非常明顯的就是 這個荷蘭的這個愛斯摩爾 來併台灣的漢維科 讓台灣的 少了一檔千元以上的股票 那當初 其實呢 他們是看上漢維科的一個技術 所以其實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併購案 雖然說 今天呢 這個聯發科方面有出來做一個否認 但是未來有沒有機會 我覺得其實還可以持續的一個觀察下去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就是針對聯發科的部分 其實 從今年以來 有多家的一個外資機構 也發布了相關的一些所謂平等 還有他的一個報告 那我們擷取裡面的一些所謂 目標價的部分 你給大家做的話 包括像 最近發的是這個德意志 3月19號這兩天才發的 他直接呢 講什麼 買 目標價直接開到520 我覺得這有點離譜 今天收盤價是336 對啊 這個還差了快200 我覺得這有點離譜 可能他是看上聯發科未來的一個前瞻性 跟發展性 但是呢 我們看其他四家 包括像是Morgan Stanley 包括像麥格里 摩公大通 跟野村證券 那他們目前的這個目標價 其實有時候我們在做研究的時候 坦白說啦 不能閉門造居 就是說我們會去參考一下 別家的一個這個 所謂給的這個平等跟目標價 那通常你可以看到 包括像Overweight Upform等等 大概都是屬於正面的比較多 那如果說以這四 就排除掉這520 這個差比較多了 其實大概都是在400塊上下 400 也就是說呢 其實多加的外資看好的情況之下 因為今天 因為剛好利多劍爆 而且聯發科也是大股票 他連漲兩天之後 今天開高走低 可能有些 遇到前波高點 對 又遇到前波接近350的高點 所以今天可能短線上 可能有一些照著技術面做的 這些投資人 短線先行下車 但是 如果以長線來看 包括像 目前聯發科在5G的佈局 我覺得他其實 今年的展望還是可以期待 如果以他目前 整個外資圈的看法來看的話 假設啦 最保守的這個369塊 其實現在也還沒到 所以未來聯發科 我認為整理個 拉回個3、5天之後 可能未來還是有機會 往前波350的高點來做挑戰 那另外一個區塊 最近比較強的 算是在生計的部分 是 那像剛剛這個大K有提到 就是說呢 中國大陸 這個李克強總理 針對呢 癌症用藥的部分來說的話 可能未來的一個關稅 會大幅度的下降 那台灣的這個生計股 其實已經沉疾了 大概有兩三年 而且也缺席了去年 台股的一個大多頭行情 那我們來看一下 目前呢 台灣呢 在生計產業佈局比較深的 那我包括像是 這個潤泰集團的 這個宜眼良 還有包括呢 像是這個陸孔明 還有包括呢 像是這個林隆瑾 這個成德集團的一個部分 其實呢 這幾個集團 他們旗下 都控有相當多台灣 相關的這些 所謂生計的醫藥的概念股 那當然如果說 以佈局比較深 而且資金的這個 這個base比較大的 當然是首推這個潤泰的 這個宜眼良 那我們知道宜眼良呢 過去這幾年 它可以說是 生計股裡面的這個博樂 怎麼說呢 因為我們知道生計股 特別是新藥的投資 它可能往往 必須要耗費10到20年 那中間 你一期過了 二期三期不一定會過 而且呢 很多可能在 實驗的過程裡面 明明 這一批人有效 下一批人可能出來的 實驗結果又完全不一樣 所以它其實要花非常長的時間 我之前有聽過一個數據 我說這個 美國FDA要有三次嘛 要過三關嘛 第一關的話 聽說一萬家只會過一家 這個機率其實是很低的 所以機率是很低的 難度很高 這個當然需要這個大拆團背景 來做投資比較好 那當然台灣的這個目前 從中域 取得這個愛滋病新藥的一個里程碑之後 後面慢慢一些新藥 不管像是這個 泡頂等等慢慢都有起色 那我覺得其實 中域取得一個帶頭的效果 後面可能慢慢的 熊金 相似的 就想改變 了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